人龙不知出现在食市 还有这一道 运输署 疫情期间 运输署暂停柜位服务 虽然网上服务维持 但也一度延伍 不少车主大受影响 昨天重新运作 来到今天第二天 但一条人龙仍然长过长江和长城 排到上楼梯 昨天来过都排不到队 过多期那辆车停在这里 没开 真是很无奈 排得久都比你上网等 都是等十几天 十几天或一个月 我们很早排的 他应该是先做网上预约 我们都是排六七十人 在楼下八点多排 我平时都是一个多钟 去年都是 已经预早成十天 但是都没办法 没有了 始终都要做 我哥哥说网上预约要 官堂要到五月中 没有这里 这里应该是 人都无解 因为可能之前是月程 即即即买了几个月 但现在网上预约要过几个月 我试过十三号那天网上预约 最快那天是五月十九号 有银食车司机还说 驾车三月尾到期 三月十七号邮寄申请续牌 等了整个月都秒无音信 而今早早十一点左右 长沙环政府合串这一处 仍然有大批市民等候处理牌照手组 沿着扶手电梯上两层都排了长龙 估计有200人 很多人还带着椅子带着装备 要长期作战地说 昨天就排了六个小时 即你有几份文件在手 三份 三份 坐着吃东西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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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普通东西 面包 或者饭公司 今早九点 今早九点 你已经有准备了 是的 我看了昨天的风传 都预计了 预计了 整天在这 但现在我们在家 好像是在楼梯 我已经带着食物了 里面有面包 今天有什么准备呢 除了准备 水啊 面包啊 蛋糕啊 我都知道可能有些文件要正本 但其实 正本都是政府给我们的 如果可以上网 或者用其他方便的渠道去做 就不用这样了 昨天来过 不过见到细色不退 今天已经早点来 准备到自己刚刚买 真是受不了 我买个包 吃东西 一会再上去排 太多人了 我想应该要预计 上面应该还要两个多钟 应该整体要四个钟 搞多久终于搞到 我今早七点起床 八点钟到 现在两点 亲身上去好像经历一下 会比较开心 难得一次,对吗 对吧